穿着雨衣只会交通 就位62岁的大爷 当起人肉警示牌 泡在水中提醒驾驶 别行驶向前 因为前方的路段 早已被水淹的难以通行 这一站就是12小时 脚背泡的又肿又皱 但就怕有意外发生 大爷还是持续泡在水中指挥交通 于是强劲 也让四川成都双流机场 航班大乱 家里比较忙改签 就是那个必须今天的回去 要是飞那个机场通知 我要不能飞的话 我觉得改签 或者想别的办法 成都暴雨 然后上空有雷电 有很多飞机到不了成都 会将其他机场 然后只有改签 四川成都双流机场 一度在2号上午11点 将大面积航班延务预警 升级为黄色 这是今年陆下以来的第四次 频率远高于往年同期 上百个航班延务 取消了20个航班 导致1万多名的旅客滞留机场 而像是甘肃江西杭州 也笼罩在暴雨期后 杭州主干道多出淹水 这个车会卖到你轮胎哪个地方 卖到半个轮胎多吧 就怎么熄火来的 而根据当地的气象局预报 未来三到四天 四川 甘肃 江西 杭州 仍会出现暴雨天气 也提醒前往当地的民众 得多加留意 这影片与综合报道